是不是 把我硬盘盒打开 我要捣捣素材了 不好画了 要不开开开暖 应该不用 这个画开一点点就行 能切那种薄薄片炒起肉来 比较入味 我现在这个素材盘已经满了 快 但是一个文件 500多机 减欠 70多兆的速度 暖和吗 暖和了 搭袋 没有 干嘛呀 我得纸装起来 给我拿一个搭袋袋 好吧 拿个塑料袋 给 将近拉一桶 这个帐篷就收起来 收吧 放到这点才行吗 把帐篷放这点上去吧 行吧 刮风吧 不怕就怕 这样会刮跑的吧 会吧 刮风 以后咱拉屎就用那个垃圾桶怎么样 在车里头 行 还有一番吧 这不贵了吗 这挖一栋 这不正好一不锈钢板吗 对 盖上 拉屎的时候抽出来 就这样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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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注意好注意 底下哥哥 底下哥哥 底下哥哥捅在 是不是 对对对 哈哈哈哈 在车里吃在车里拉 我看绝了 便吃便拉 哈哈哈哈 便吃便拉 便吃便拉 看看 看看 看看它味道怎么样 一圆一圈 今天的太阳好温暖呀 我们车里都没有开柴暖 今天车里的温度都20度了 太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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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香啊 这个咖啡 拿块肉准备吃饭了 哈哈 拿点肉 哎呀 拿碗了 挂不了了 这块吧 冷了 太阳一下山就冷了 现在三点多 三点半 三点半 太阳就下山了 来不来得及划开 我们也试一下吧 四点一克 太阳已经下山了 拿菜 哎 我们现在出菜 为什么不动啊 就全靠这个 保温箱 就是一个泡沫箱 只要放在这泡沫箱里 然后这菜就不会动 不是 它这个盖子不好 往前抠 然后 不然我这么先把盖子拿下来 它就行了 我先吃这个 因为这是旧的 你来洗菜呀 就这两个需要洗 不会啦 怎么不会呀 那块就那一个小点 点支点 滑一下的就往下翻下来 不会啦 这种辣椒比较辣 这种辣椒比较辣 我这是开祥姐的工作花絮 我们这个锅今天用上了啊 下边做水 上面蒸馒头 这个剃太方便了 有肥有瘦 还一层一层的 我特别喜欢吃这种肉 还行 划了 切 都划严重了 这肥肉好多呀 一半肥一半瘦 真是奶奶的 还骂人了 她奶奶呢 日脂贵的 真是我切这块肉多虔诚 这是祥姐的拿手菜 之前我还想过 我说祥姐也没什么拿手菜 每个菜做的也一半 现在发现了 就这道菜做的相当哇塞 我这可不是套路你啊 我这个夸你 也不是夸你 我是实话实说 馒头是不是快好了 用哪个锅 你看 你大厨你这个 我要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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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馒头差不多了 我们把馒头拿下来吧 好 关我了 关吧 烫怎么办呀 这个笼屁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他没有把手 沸腾了沸腾了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做饭要冷静 要一步一步来 开锅就开锅 是不是小博菜 鞋 穿鞋 鞋都没穿 卡 好手段 好手段 怎么说的我跟一个 跟一个那个电视剧里边那个坏女人一样 好手段 对啊 好手段嘛 好手 然后给菠菜断开了 就是好手段 一个鸡蛋 一个鸡蛋还不够啊 真Q 好 菠菜汤 大理水手 吃了菠菜就有力量了 少放一点点油 小瘦肉 小瘦肉 我还是good 瞧咱们这小排风扇还是管点用的啊 这烟全吸出去了 加个小馒头 边边的小馒头 开始吃饭 吃饭 吃饭 开始吃饭 开始吃饭 开始饭了 嗯 好吃 真香啊 嗯 獲得特别乱了 太厉害了 嗯 饿死了 嗯 三口三口又百一又满了好吃 日口馒头 日口餐 小阎王见了都想吃 哎呀妈呀 吃了已经馒头的 我们全部清空了 看看 到完了 现在时间11点半 我这突然饿了 刚剪了一个片子 小姐说煮点这个 什么东西 冷面 现在零下11度 然后吃冷面 真是醉 哇 看看我们这一冰箱方便面 方便面 冷面 各种面 冷面 就这个 毛而愣 怎么做呀 没有做过 第一次 怎么做 冷水 到冷水里边揉 揉分离 然后再用锅煮 煮两分钟 没有芯 然后再用冷水再冲三次 然后放上那些料 就能吃了 那这个算了吧 太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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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这么着吧 冷面 冷面吃不成 吃点果叶茬 吃点松花蛋吧 哈哈哈哈 这松花蛋真小 不行 饿得我这个心慌了 现在 晚上吃了俩馒头 居然11点多饿了 这以后得吃仨馒头啊 咱俩 不行不行 这样一家就不行 这一顿饭吃仨馒头可还凶 真香 真香 饿了吃啥都不行 吃饱了 看看我们这个工作 其实还是挺辛苦的吧 每天差不多 剪辑都是在12点左右吧 睡觉了 休息了 捞架了您累 蹭个垫 哎呦 衣服掉了 拆暖关上了 晚上睡觉 我们都会把这个拆暖关上了 头睡觉之前 我必须先澄清一个问题 因为前两天发了一个作品嘛 大家好多都不太理解 很担心我们 嗯 我们现在车里头 今天室外的温度是零下11度 零下11度呢 这是室外的温度 现在车里的温度是 刚关上柴暖是 13度 然后晚上呢 可能会到达零下10度啊 或者七八度这个样子 这两天气温不是很低 即使零下20度的时候 我 我这个睡袋是4千克的 是4千克的 它能在零下30度使用 所以在这个睡袋里头啊 是非常暖和的 唯一冷的地方就是你的脸 露在外面的地方 但是我一般睡觉的时候 会把这个帽子扣起来 像这样 然后这睡袋里面啊 就像是一个小温室似的 特别的暖和 就是我穿着秋衣啊 秋裤什么的 都会感觉到热 一点都不会觉得冷的 然后为什么要关这个柴暖呢 就是感觉睡觉这个时间 从12点到7点 这个七八个小时吧 没有必要去开这个柴暖 而且开柴暖的时候 室内的环境是比较干燥的 就还不如这个 关了之后睡的舒服 所以大家一点都不用担心 冷这个问题啊 再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很多朋友都问 我们为什么不去南方 其实我们就是想过一个冷冬 去南方这种比较热的地方吧 然后它也会存在一个 什么问题呢 就是蚊虫的问题 其实我个人是比较讨厌蚊虫的 反而觉得这种寒冷的地方 倒挺有意思的 它别有一番风味 喜欢的朋友就是不用多解释 他非常明白 可能有些人没有在这种极寒的地方 或者这种大北方很冷的地方生活过 他感受不到这种寒冷带来的乐趣 好吧 今天就说到这儿 然后我们睡觉 现在已经12点多了 英文怎么说来的 姑奶是不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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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